政壇早點我們關注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他前往在美國展開訪問 而第二天晚間是舉辦海外的粉絲見面會 現場可以說是作物虛席 而問答的環節呢其實也很熱烈 我們看到是柯文哲在美的青年 他們討論到的是低薪高房價 還有少子化等等議題 關注民生的同時他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說看到荷包但他很感動 好不過這就引發了網號語到貼文的下面 留言很酸 矯情 掌聲歡迎我們台灣民眾黨黨主席 整理一下西裝打上領結 還有花六千元Settle的髮型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抵達美國的第二天 晚間來到紐約的餐廳 舉辦海外粉絲見面會 現場座無虛席 還有人站著都要參加 柯文哲也分享自己過去的留美經驗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小問題解決的就沒有大問題 不要幻想BREX路的進步 絕大多數的進步是小小的改善 每天進步一點點進步一點點 為什麼這個不會引起太多的痛苦 無痛改革你知道 提供心靈雞湯振奮在美青年 和年輕學子們拉近距離的同時 身為角逐2024總統大位的候選人之一 柯文哲也深入探討 現在台灣青年關注的議題 難得柯P現身美國 大家在現場把握機會問好問滿 低薪高房價少子化都是在美青年聚焦的議題 提出見解和青年一同討論 柯文哲瞄準青年族群 期望以下一個執政者的身份 為國家長遠發展盡一份力 不過關注民生議題 柯文哲把目光放到雞蛋上 開心的在臉書晒出在美國的第一個早餐 写上看到荷包蛋覺得非常感動 還特別hashtag荷包蛋 引來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 在下面留言很酸 有夠矫情的 明明台灣平均吃蛋數量比美國還多 怎麼不把價錢拿出來比一比 不過也有網友笑說 拜託美國人也吃荷包蛋好嗎 柯文哲訪美之旅 從衣着到臉書發文 一舉一動都持續受到各界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